诚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 不仅演技高深 情商也是非常的高 在被网爆时 诚意不仅没有大发脾气 而是通过地线来迎接这些风暴 随之就是这样的他 吸引了不少粉丝 而近日诚意与杨子的沉香又在热播当中 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追捧 随之男为婚女威嫁的诚意与杨子 也被大众网友纳入了催婚的行列 此前杨子与肖战合作时 不少网友刻在一起 而杨子表示与肖战只是好伙伴 随之杨子表示择偶标准 必须是要找有趣灵魂的那种男孩子 现如今诚意不就是杨子所说的那种类型吗 并且诚意保持着一种少年感 与杨子在剧场时也是分的动 时常与杨子一言不合就唱歌 还喜欢调侃杨子 时常对杨子说一些稍微暧昧的话 将杨子这样活泼的人都说到脸红心跳 此外诚意在采访时被追问 杨子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此料诚意情商那叫一个高 将杨子保护得好好的 让采访者什么都没问出来 对此这样的诚意和是杨子吗 欢迎留言评论 肖战和杨子感情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两人合作了一部爱情剧之后 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而且肖战在里面还贡献出了吻戏最多的剧 更何况那时肖战正值全网黑的时候 杨子不怕争议去支持了肖战的话剧 也因此传出了他们音系生情的绯闻 虽然两人没有正面回应过 但是一些暗绰绰的互动 还是让很多人出不了CP坑 更何况两人年纪相仿 站在一起狼才女帽 不过两人也没有正面回应过 最近杨子和成为合作了一部仙侠剧 成为出早多年 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合作过 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在剧组里总是陪杨子玩一些小游戏 有些莫名的幼稚 有次成为就泡坏杨子 你怎么这么多肖战的表情包 杨子立马慌张起来 虽然嘴上说着别扭的话 可实际上兴趣的表情不要太明显 不过杨子以前就说过想在35岁结婚生子 如今这么久过去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严后的他想必很难不被肖战这种男神动心吧 这一次你觉得他们合适吗 众所周知 成一只要是在不熟悉的人或者场合里的时候 成一总会下意识害羞 或者脸红 但一离开镜头 私下的成一便会开启搞笑疯癫的另一面 成一从出道后就一直保持低调的状态 紧紧月月拍好戏 谁都没想到就是这样的男生凭借着一部又一部作品走红 成为了不少导演争先恐后想要合作的对象 成一跟杨子主演的陈湘如蟹一播出 就拔得了今年古装玄幻电视剧的头筹 这部剧之所以成功 远远离不开两位实力主演的功劳 杨子成一很早就认识了 就算是六年过去了 两人的关系还那么好 成一一旦和杨子在一起就会立马释放自己的天性 在电场成一跟杨子玩得特别嗨 时不时跟杨子掰手腕 还会唱歌哄杨子开心 杨子也会积极回应成一的各种玩笑 成一杨子假戏真作 杨子下意是喊成一为一载的昵称 听到的网友都沸腾了 那么问题来了 网友们喜欢课程相夫妇吗